聖誕燈光震耳欲聾的音效 年輕男女夜店喝酒狂歡 酒客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又沒戴口罩 凌晨2點玻璃師大人突襲機查 燈光打亮音樂關掉 所長充當DJ 站在舞台的正中央 抓起麥克風 檢查有沒有戴口罩 同時也來機查 是否落實實名制 起初酒客態度散漫 不以為意 也讓所長怒了 再度抓起麥克風怒氣 而酒客這才鴨雀無聲 乖乖配合檢查 當場還是有四位民眾 沒有戴上口罩 出入口管制的實名制的登記 紀錄來做比對 那其中有兩位會做登記 所長說現場大約180位民眾 有兩全沒戴好口罩 而最後機查的結果 有四名沒戴口罩 警方將他們帶回 還主動提供讓他們使用 雖然台灣疫情趨緩 但南韓才剛發生夜店群聚感染 是否不敢大意 警方大動作機查 就連所長都得充當起DJ 管起現場秩序 記者李孟章張智凱台中報導 警方下疲 警方我都不敢 警方正面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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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